兩個人要交往 不是應該先了解彼此 是啊 如果一個男生問你 喜歡吃什麼做什麼 這就代表他喜歡你啦 捐了三千塊出去 然後幫助一些弱勢家庭的小朋友 你一個月才六千 你捐了三千塊出去 公司想要請你寫一首 男女對唱的歌曲 他希望對唱女生的人選 最好是凱琳 就像是凱琳的一首 和你一首